竹联邦名人会先前在台北高调办理春久 而其中华联分会的一名邱信干部也北上参加 并po网高调炫耀 不然如今却狼狈落网 根据警方掌握线报 邱信干部设局非法 拘禁殴打药头并抢取毒品 警方在经过连日的搜证 终于顺利逮捕邱信祖先以及帮中共6人 来来来来 这上有什么违经品 远警戴上手套站在车门旁不断询问男子 因为车内疑似藏有毒品 警方一搜果然找出大量毒品和利器的证物 一个个放在地上拍号 就怕男子身上也藏有武器 警方不敢大意 立刻要求他乖乖配合调查 原来这名嫌犯来头不小 他是名人会花莲分会的干部 平时经营槟榔摊 但同时也是从事花莲一带的毒品买卖 而且手段凶狠 还因为觉得自己的地盘遭到差旗 竟然社局黑是黑 但这回他却是率榜众成员 把姜姓女妖头押到花莲市自己开的槟榔摊里 抢走被害人身上的各类毒品 甚至拘禁殴打被害人 直到14个小时后 姜姓女妖头趁机逃跑向警方报案求救 对着镜头开心比业 秋星干部今年初开心参加名人会的春酒 还高调拍照炫耀 吃饱喝足回花莲为非作歹 这下狼狈落网 被依妨害自由跟强盗罪移送法办 记者林沁 徐丽琴 花莲报道